《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今年怎么样拜财神 那这个往年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去拜 这个特别是财神庙啊 还有四马路观音庙啊 那么这个春节期间去年大概有五十万人 在各种庙宇里面拜财神 拜天宫 那么还有正月十五是拜天官 天官慈福 我们知道有天官 地官 水官 三官大地 正月十五除了是元宵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节就是天官慈福节 就是你要接福嘛 接这个全年的福 你就要在正月十五拜天官 正月初九拜天公 大家都懂 那是天公圣诞 是这个玉皇大地的圣诞 这是正月初九我们福建人 这个讲究比年还大 那么正月初五是拜财神的正日子 那么是财神诞 所以是一般我们华人呢 利用这个正月初五来拜财神 那么一般的人呢 那讲究一点呢 大概在大年三十晚上 就开始接神了 那新的一年叫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叫你们叫首夜 对吧 首夜隔年 那么就是 是在此时 此时也是大概 我们新加坡晚上十一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 比北京时呢少半个时辰 所以是十一点 那就接财神了 所以说我们新的一年 今年 怎么来祝愿全世界 在明年 这个没有疫情 就是整个世界 就跟冠病说拜拜 光靠疫苗是不行的 这个 因为西方它很多人 他不愿接疫苗 你是说疫苗管用 但是它一半人 不接受这个注射疫苗 那这个疫苗就没有用了 就是大部分感染的人 还是会感染 那么只有我们用光明 来这个 用借助这个大光明的力量 在全世界 这个我们现在是 南龙蜘蛛新加坡 这个南方 就是之前给大家讲了 九大龙蜡 九大龙蜡 我们这是南龙 龙蜡 龙珠之地 就是新加坡 那么我们点上这个光明灯 如何让所有的这个信仰不信仰的人 都点这一盏光明灯 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发明了一个 一个独特的财神拜 这个财神拜的这个图像 这个呢 这是一个祭坛 古代呢是一个祭坛 它是皇帝啊 或者大臣使用的 那么我们因为很多人 他是没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的话 你让他去拜神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大过年的 点灯灯很容易 然后拜拜财神 接财神很容易 因为这跟信仰没有关系 你信佛的人也可以接财神嘛 谁不喜欢财神啊 对吧 你信耶稣基督的 你不放这个画像 OK 你不要说 我这个 这是你们拜神的 那你点一点灯 总是可以吧 所以我们往上看一下 有一个财神灯 在这个元宝下面 一个财神灯 这个一个灯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坛城 就是光明坛 点起了这盏灯 那么我们的这个灯上面 是印了一个财神的全身像 那么所以是 旁边放两瓶水 是水火祭祭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只有火 没有水 那就太热了 太燥了 所以水火祭祭 那么再一个呢 那送大家一个这个大元宝 这个元宝是一个空盒 里面呢有这个各种样的 这个我们到时候金币 就是巧克力 造成的金币啊 金条啊 金元宝啊 那么还有旺旺雪饼啊 旺旺仙背啊 这些吉祥物 然后装填在这个盒子里面 大家知道供要上供吧 对吧 你要上供 我们在以前老辈子过春节 上供是很讲究的 馒头要放几个 然后包子要放多少 水果什么各种点心 一大桌子啊 那么我们今年这个 就送这么一个大金元宝 里面装满了金条 装满了这个金钱啊 各种这个糖果 那么你你祭拜完了以后 还是可以给家人打开吃的嘛 吃了以后 你自己家里买了糖果 买了雪饼 买了这种巧克力什么 你还可以装了再拜嘛 他就很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吉祥 那么你看着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是真正的金元宝 这么大的金元宝 老师也送不起给你啊 这么大个的一个大金元宝 送到你家里去 但是我们借物显行 这个事情你们曾经见识过 师父的能耐 就是真的是一个 眼睛看到是这个样的 真的它就是个元宝嘛 你要从思想意识上纠正 这不是元宝 它就是元宝 那么财神灯呢 你哪怕就是一个元宝 一个灯 两瓶水 不挂这个像 因为咱们有的可能家里人 他信基督教 天主教 你说你买个灯点蜡烛 过年点点 喜气洋洋 大家都不反对 你说你弄过财神线 那个你不挂就可以了 为什么 财神在那个灯 那个坛成 那个光明坛那个 才是财神坛 这就是方便善巧 给大家有信仰的 又过年过节 又不妨碍家庭和谐 这样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岛点亮五万盏灯 五万盏灯 那就是说这个 基本上就整个新加坡 在大年三十晚上 都一致 出一出二 都是有光明灯的 那么借着这个 我们把心愿 给全世界 给全人类 让这个光明照遍 每一个角落 然后 请这个 观病 病神们 你们可以离开了 在 新的一年 你们就 消声匿迹吧 你们 该去往生的往生 该去转世的转世 他们也是佛 他们也是如来 众生皆又如来得相 皆堪作佛 所以是借助新加坡这一个蓝龙之珠 火龙之珠 光明起来 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也是引退世界的一次特殊的安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至少 前度 灯